上一集我给豆沙笼子的背景做显示屏的视频 发布了之后收到了很多的建议 而且各个平台建议基本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有辐射 第一时间我就想 那么多人说有辐射那应该是真的吧 难道真的我做错了 于是我把电视关了一直都没有开 同时我还购买了销量排第一的测辐射仪器 收到以后我立马进行了测试 结果刚检测电源插座 检测仪就响了 这时我就慌了 完了完了 真的做错事了 然后我又检测了家里其他电器 电风扇 笔记本 一体机 iPad 路由器 音响 冰箱 洗碗机 有烟机 咖啡机 微波炉 拖线板 仙女 吹风机 化妆镜 甚至是充电接口 除了iPad 有烟机和仙女 大部分都让检测仪器警报了 哎 iPad没有 冷静以后我就好好思考一下 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屏蔽辐射 又可以透光 看到显示屏画面的呢 毕竟这么好看的背景 我真的不想这么简单就放弃了 实际上 还真的有 大家有看过超验骸客 男主变成AI可以连接所有的信号 反对派就用这个来屏蔽信号 所以我立马下单了 屏蔽辐射网 你们猜怎么着 嘿 还真的有用 只要遮住背景就能屏蔽 检测仪器 立马恢复正常 放下屏蔽网 又会立马升高 放上去 放下来 行 那产品有用 我就立马开始了防辐射改造之作 我们还拆下了原来的定制连接键 因为电高了两毫米 导致了上部分厚度达到了5.5公分 重新设计之后呢 这些连接键规避了这些凸起 所以整体的厚度控制在了5公分以内 话说我真的很在意细节 电源线则用极限漆包裹 再裹上一层屏蔽网 显示器背后的架子呢 我用屏蔽网缝了一个罩子 这个 我手艺不是很好 凑合着用吧 显示屏表面呢 我用纳米胶把屏蔽网沾上 因为要透光考虑显示效果 这个屏蔽网呢 越少褶皱越好 所以要拉得很紧 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 我终于搞定了三台显示屏的防辐射改造 但是就在测试的时候 还是有辐射 难道是没有把显示屏下面包裹盐是吗 包起来就滴了很多 那边再包一包就完全没有了 我来试试 这就破案了 我用定书机把下面全都定了起来 再测试 为什么还是有辐射呢 再加一条屏蔽网 还是有 显示屏前面再加一条呢 又没有了 贴紧一点 又有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闷了 为什么有的时候能屏蔽 有的时候却不行呢 我回看了一下卖家的商品简介 居然要全部包住 那我这个需要向外联系的显示屏 不可能完全包住吧 那我做了这么多不就是白做了吗 就算我能把显示器全部包紧 那下面那个拖线板 我也不可能全部包紧啊 后面还有个洞呢 所以这一天我发了个动态 做了一周的东西 全部回到原点 现在的我非常非常失望 我绝对不想让我们家的仓鼠受到伤害 但也绝对不想放弃 我自己亲手动手做出来的产品 事情发展到这里 大家是不是觉得 我没有办法把屏蔽辐射的问题解决了 错了 其实大家都错了 但我在第一时刻看到评论说有辐射 就准备防辐射屏蔽的时候 就错了 那么多人说有辐射 那应该是真的吧 难道真的我做错了 完了完了 真的做错事了 后来我仔细去查看了一些关于电磁辐射的知识 这些视频在网上随手都可以查到 电磁波的原理 形成的原因和伤害 看完以后 我才恍然大悟 先说一下结论 这些辐射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伤害 甚至连这个销量第一的辐射仪标准都是错的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辐射有很多种 比如香蕉里的甲四石就是一种放射性元素 就有辐射 还有猫砂 陶瓷和烟都有辐射 再比如手机和电视机的辐射 虽然不同 但都是辐射 而我们这个视频探讨的是电磁辐射 是由电磁波造成的 电磁波根据波长可以分很多种类 但大家只需要知道两种 高频的电磁辐射和低频的非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可以直接伤害人体 就像X光线 伽玛射线 而非电磁辐射就不会 但是如果剂量太高呢 还是会有伤害的 比如说太阳光晒久了 会烫 那我们日常用的电器 在什么位置呢 就在超低频上 比他无线电波还要弱啊 辐射个鬼啊 冷静啊冷静冷静 记得我们刚刚说过嘛 抛开辐射还要弹剂量 我们来看一看高压输变电工程的 国家辐射标准 打开百度百合搜索电磁辐射标准 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到 4000幅每米 4000 没错是4000 而这个辐射仪 40就报警了 那当然什么玩意都超辐射了 电磁山的辐射跟电视机一样打 你没有谁吹电磁山吹出癌症的吗 所以电视机发出的辐射 大家根本不需要担心 而且经过刚刚的防辐射改造发现 只要有一个小洞 就没有办法屏蔽电磁辐射 所以孕妇穿的那个防辐射围裙 根本没有用 并且你也不需要去防 这件事情让我知道 原来我们看到网上一些评论的时候 非常容易被影响 直接被评论带着思考 大家说有辐射 我就真的以为有辐射 而忽略这些评论本身是否有对错的问题 有多少人评论着有辐射 但是到底有多少辐射是什么辐射 强度和标准是多少都不知道 没有人去分辨这个辐射的真假 所以这个视频我做出来 就是想大家在评论别人 和看别人评论的时候 能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或者查证 等确认了这些评论没有问题 你再人云亦云也不迟 独立思考是真的很重要 OK 那么事情到这里 我拆掉了我做的防复射屏蔽 因为也没有必要了 然后我把仓数的笼子又移了回去 那其实后面这个显示屏 我并不会经常天天开着 下面有条评论说的很好啊 这个显示屏只是我要拍摄啊 或者说有什么特殊情况的时候 我才会把它打开 所以其实平常我是不会开的 我们家豆沙是绝对安全的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另外还是要感谢一下 每个平台可以给出我建议的朋友 虽然你们的建议不一定正确 但是也说明你们是非常好心 非常热心的一群人 还是要非常感谢你们 那么我是音乐 是一个家里有六个毛孩子的蝉屎官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